大家好,今天是7月4日,星期二,一定會有一個嚴正聲明 因為騙徒仍然很活躍,不過最近似乎有關於我的樣子 似乎據朋友說減少了一點 其他人,像郭大俠、陸叔那些就會出鏡多了 總之有一件事要留意 第一,不要辛苦賺了錢被人欺負了 我自己本身是沒有任何Facebook的 因為我認為Facebook是洩漏了所有的私隱 我根本都不明白,欺負什麼私隱? 你一上Facebook已經沒有了私隱 又說自己的私隱很矜貴 又有Telegram、WhatsApp,我也不會有這個群組 所以這位,特別是沒有投資群組 所以大家應該請留意 如果認為有的話,好像這裡 我是石鏡泉,很歡迎你加入 永禄最近和他喝起茶 差不多喝五、六、七、八、九、十年 都沒見過陸叔 和他喝茶真是開玩笑 然後在這點,如果有懷疑的話 麻煩大家打電話,18222 好了 我們以後在7月開始之後 每天都會說說北水的情況 當然,我這個第一個星期 北水會有一張這麼長的一套 是由2022年,就是1月開始的 這裡大家看到了 當北水很多是密集來了的時候 市可能會升上去的 這裡也是20天,北水一湧上去 這個紅色線湧上去的話 就代表市油可以升一點 現在根本你看到 最近的北水是很弱雞的 這20天的北水的平均線是回下的 所以指數也是沒有太大的表現 這個就是要留意北水的就是這樣 現在我們現在找到 美國人的水就要撤走的了 就是西方的撤走 那一定是靠北水來賺錢 今天的水呢 其實也是不錯的 應該不錯的 不過就是你看到 好,在這裡我們再看看個別的股票 怎麼表現呢? 為什麼會升呢? 不像你說營賦基金 這個中立行生史 特別營賦基金如果升的話 那時候呢 基本上沒有什麼好一點可以是跌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有很多人 那些炒戶 炒家 大戶那些 就是要用營賦基金做對沖的 那他們買入營賦基金 等等等等等等 就會好了 所以就會升 當這個營賦基金見綠色 你就不用想了 那市一定會跌 因為它到時是應該沽貨的 那騰訊呢 就像中國企業 那樣東西 那麼 建行仍然是有跌的 商湯今天跌得比較多一點 就拖著了 理想起的工商銀行 都是有跌的跡象 那染煤能源也有跌了 那中國銀行也跌了 那即使內銀股 基本上都是有回下的勢頭 那另外一些是這個 就是這個 這個科技股 除了商湯之外 其他 都是表現是好一點 平穩的 那在這個是大市來說 你會找得到 它就不肯再下 就會試上去 試寶利加通道中軸那裏 那裏 寶利加通道中軸 今天是1928 19296 今天是19296 現在是19327 即時是升穿了 保育革通道中軸 那如果這樣升的話 就是很細小 是不會是被很多人 是關心留意 當它如果 升穿上去 升穿的頂 那些人就會 哎呀它升了 不過這個我估計 應該是開始 進入一個整顧而上升的東西 是不是再次從此 就會再升 不清楚 不過 在這點裡面 整體的形勢 是覺得比較好一點 總之 企希寶利加通道中軸上面 就好 那就有望再上升 再跌穿下來 還跌穿下軸呢 那就不好 其實這個很簡單 就是 跌了下來就跌了 升了上面就升了 就是媽媽是女人 說了上面沒有說 不過這個是需要這樣留意的 那我們現在看的就是 這個日線圖的 保育革通道中軸 那假如我們用這個小時圖 去看又如何呢 那就升了 升了 升了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在這個位置 如果小時圖可以清楚 這個水平度 187這些位置 是那個支潮位 來的 如果你細心去看的話 應該是 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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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是阻力區 這些是阻力區 是嗎 升破了之前這裏的頂 所以後市呢 是應該可以望升的 所以呢 你說去到這個197 啊 去到2萬點 是有機會的 好 好 我們再跟著看看 就是那個 是 有什麼股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有一隻可以留意 是中國有式抗業 中國有式抗業 過往的三天都有資金的流入 那麼 最主要就是 中國有式抗業呢 現在是見出了 這裏 這裏 如果這個位置的話 就已經 建設了 是建設了很多的月高了 因此呢 就可以看好 那麼 暫時 今天的高位是3.79 可以起現價級了 上網是4元 那麼 指示價起3.65 就現價級了 3.79 可以這樣 因為它今天最低 都見過 這裏是3.73 最高見過 3.8 差一個先 所以就是 3.79 現價級了 上網是4元 4元 不是很多的 是這個位置 這個世界都是啦 看完4元再看其他 4元都不到 不用想啦 你會想想 4元 只有幾毫子 就是3.79 那就是大約升了 這個大約是 大約升了兩毫子 左右 那兩毫子的話 就是幾毫子 相對於三個幾毫子 在估計 2毫子 差不多是8% 那 那 大行呢 就對它沒有什麼興趣 所以沒有調查 沒有研究 那它過行呢 也是差的 沒有派息 沒有營利 沒有什麼樣的 那 不過 當中國經濟是恢復的時候 有息的擴產 是一定會要受到 是被買入的 生意一定會好的 那麼歷史波幅呢 就是26.05% 啤打係數0.86 即是說是 大市升一元 它就升八毫六指 52周最低是2.47 而最高是4.5 4.5 那 即是現在是 已經慢慢去回 一個偏向高位的水平了 接著我們可以留意一隻 是見通即層板 即層板呢 昨天有很大的資金 今天有少 又流入 今天有少許資金流出 在這個股價上面呢 我們看得到的 就是 在3月的時候 它曾經公佈過它 就說 啊 我們順利跌了 跌了成7成多 那 那 當時又不派 又減了派息 那因此 就是3月公佈了之後 它始終 然後 就跌了下來 那 經過了這麼多月的調整之後 呢 估計 是應該去到這些位置呢 就可能是做了一個支持位 所以你看得到它稍後 在這裡 是慢慢斜上去的 那 暫時說 在這裡呢 其實都去到差不多 整個月的高位來的了 因此 就可以去 是 想一下 會不會可以再升好少少 那 就由於它曾經是 今天見過最高7.78 那 所以建議呢 最好都是在這個7.8上面吸納 7.8上面吸納 7.8上面吸納 始終呢 目標價就是8.3 又不是很多的 那 7.8吸納了8元 8.3 大約是4.5% 然後再遲一點 再好的 再望高一點 那 就是 暫時來講 就望8.3 7.8吸納了 就望8.3 然後 這個再跟著一支市價 就是這7.6 它預期的PE 是10.32倍 息率是有5.47來 不錯的 大行給它評級是2.33 2.5是中間位 2.33就是中間偏好少少 兩間大行推薦它 那 未來三年盈利的預期 大行預計 就是以港元計價 7.5 9.5 和1.2 3 而派息估計就會是 4.2 0.5 和0.74 歷史波幅 是32.11% Beta係數 0.88 就是差不多 跟大小幾同步 魏州的低位 是5.8 而高位 是10.05 那麼 有興趣呢 可以考慮等起 這個7.8 專檢討 之後 吸納 上網 8.3 只蝕於7.6 好了 再其次呢 可以留意的那一隻 就是廣汽集團 汽車股 汽車股呢 整體是做好的最近 不過 今天呢 就有少少 是 脫下 那麼 廣汽集團來說呢 起到這個 今天呢 也都曾經見過 是一個月的高位的了 其實都不止這個月的高位 是已經很久的高位的了 已經今天 那麼 那麼當然呢 後來呢 它跌回來了 在這點裡面呢 就是基本所以 就可以看好一點點 那麼 它的阻力呢 大約是 5.07 那麼 因此可以考慮呢 就是 5.08 是吸納 就是要升穿這個阻力位先 然後 然後 上面看幾多呢 就看5.2 無領子的 不多的 因為 這個汽車股最近 是應該正在回調 那 真是希望它5.22之後呢 就大約在這些位置 再跟著 再看高一點 初期 不要看那麼多 最終這裏呢 前一天 是升得太多了 已經 那麼 只剩於4.8 它是 PG預期是5.86倍 息率是有5.25 大行比的投資評級是2.07 那麼 不錯的 因為2.5是中間位來的 1-5是範疇 1是最好 5是最差 那麼 現在大行比的評級2.07 是有12間大行推薦它的 未來三年盈利的預期是 以人民比計價 7.8 8.3 和8.8 泰息 是將會有2.4 2.4 和2.4 歷史波幅是35.66 貝丹系數是0.91 即是跟大市幾同步 是 藝洲低位是4.19 而高位是7.76 那麼現在暫時都是在中間 這個高低位中間 好了 再其次呢 我就看這個就是買賣的守則 最主要就是說 底目標價錢呢 就可以繼續持有 或者看看觀望 看不看不看 薄高一點 如果看到這個指示價呢 一定要沽貨走人 好了 那麼我們再跟著看看 就是過往那些股票怎麼樣 現在23號 建議呢 是這個升穿11元的時候去買的 但是就到了 今天呢 都未見到 有11元這個位 那因此就不用買了 買不到 跟著呢 就有這個168 168也有升少少 不過呢 那沒什麼怎麼用啊 一望的位置就望78元 望78元 但就應該在這裏 那現在就未到 只虧虧於這個 是71元 又未到 那因此 那因此 就是繼續 插著它 跟著就是 浙江細寶 浙江細寶呢 這幾天就發溫 那又升得很多 建議呢 就是1.9毫 3萬入的 那現在已經升到去2.49 那應該就是 就是 似乎繼續 有了升 不過 現在追就太慢了 那 好在昨天這個買了 那在這點裡面呢 就一定要看回它 會不會 遲些 會有所回調 也都因此 將那個紫蝕位 其實現在已經變成 紫蝕位 其實現在已經變成 就移高到去2.2 2.2 買入就1.93 現在暫時 紫蝕於2.2 預算闊一點點 怕它到時 頂多跌下來 那現在這些 沒有法子 現在就是 神經刀 既然有水位 有盈利 在這裏的話 就坐闊一點 就是這麼多 好 在這點裡面 暫時就是這麼多 沒有什麼 再說了 投資是有貢險的 要倒資後 是 要是 暫時 暫時 無法派 可以 你 不應該 要是